每天吃一瓜蜂劈结巴巴巴 春晚导演在电台节目中透露 说热巴在表演跳舞节目中间转场 的时候摔了一跤导致轻微鼓劣 但他马上就站起来 投身到了下一段舞蹈的准备中 还夸了一嘴他敬业 然后这是毕竟过去一个月了 导演也不是今天参加的节目 所以迪丽热巴春晚摔鼓劣被推上热搜后 就有人说热巴卖惨营销敬业人设啥的 首先确实存在一些208喜欢无病身影小题大作 但当下的舆论环境也是力气蛮大 明星只要因为身体原因上热门 很多网友都会觉得没多大事犯不着夸大炒作 热巴惹上卖惨争议也不是第一次了 像之前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无缝衔接进组 常年蹲剧组假期都没 为了这粉丝还撕过公司压榨他因此被炒过卖惨 但这一次受伤被炒就有点冤枉了 毕竟话是别人说的他也没有卖惨的动机 并不需要靠卖惨得到什么 一个成熟艺人的团队自然也是专业的 不会傻到这种地步 这么明显去专门踩网友的雷区 最多就是玩一下灌输式套路一点点去渗透 如此既不会让网友觉得是故意炒作 也不会失去一个提升话题度的机会 两边坚固才是刚刚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